所以我才說我們前面的圖一定也一樣 因為生物的圖 除非你講一些生理的東西 他如果突然講某一個動物 突然講放了哪一個照片 我們如果真的都有空 停下來跟你講這個動物的故事 停下來跟你講這個生物的故事 停下來跟你講這個照片的故事 跟他一些延伸的原理跟知識 那我們就上不完 或許有些同學是很急切的 想要在剪輯上有好表現的 你或許就覺得聽我講這個很重要 那或許有些同學就覺得不錯啦 聽聽還蠻好玩的 或許有些同學年紀輕輕就心如止水 這世界沒有什麼無聊跟好玩的事情 反正也沒有辦法 我被這個人教了 我就知道裝得乖乖的樣子都在下面發呆 其實我看得出來你有沒有在發呆 其實有時候我也不知道 我要休到這種程度